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到十八节 我曾经讲过一次 可是我今天要用这一章 来讲道成肉身的耶稣 而我重点要把它放在 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 什么叫道成肉身呢 就是祂来到我们当中 祂真的降世为人 祂真的变成人 好 我们来念一遍圣经 最近我们在想说 要好好的念圣经 所以我念一节 你们念一节好不好 一到十八节 很快就念下去了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万物是借着祂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造的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祂可以信 那光是真光照亮 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祂本来在我以前 律法本世界的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大概是圣经里面 算是比较难的一段 很大段的经文 它可以分很多次 然后用不同的主题来讲 我今天只讲一个主题 叫做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 就是耶稣为什么 一定要来到我们当中 祂来的目的是什么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 道成了肉身 道就是神 耶稣成了肉身 就是跟我们一样 叫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因为约翰跟耶稣 是同一个时代的 他就说他看见了耶稣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就是指他们了 约翰说他 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好 这是约翰写 约翰福音的整个重心 约翰福音的整个的重点 就是说 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 他是神 可是他却取了人的样式 住在我们中间 和人生活在一起 耶稣在地上的生命和生活 显明了 他是有恩典 有真理的神 约翰说 他也见过耶稣的荣光 就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整个约翰福音 都在讲这件事情 那当然 因为我们不是约翰 所以他在讲的时候 他记录了很多的事情 就好像 我刚才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讲的时候 你们就听故事 原来过海关是这样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次过海关是这样 你可以说碰巧 可是我们这次过多少个海关 都这样 你就知道不是碰巧 然后我们每一次的行李 都是一下就出来 这不是常有的事 以前我去游数就等一个小时 有一次我们从巴黎要转机 就是从巴黎做了一个廉价航空 拿到行李 然后要到巴黎代高乐机场的 第一航下 然后坐飞机回台湾 当时为了这个 找一个人在这边等我们 然后我们行李用跑的推的 然后把他送上车子 然后开到第一航下 还要打电话给长荣说 请等等我们 我们行李出来晚了三十分钟 所以我们check in会不到时间 然后他就说 我说你查一下我们的名字好不好 他说查到了 我说你们counter不要关掉 不然等一下我们就要 要等下一个 他就说好 后来我们到的时候 他就是准备要关 他就在等我们 你们到了 好 那我们就关了 就把这行李赶快送进去 也不是没有碰过那种状况 所以这一次的状况是 神告诉我们说 我不是每一次都给你这样 可是因为你需要 所以我给你 听不懂我在讲吗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 正常有正常的生活 神在某些状况 会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情形 让我们第一不会偷懒 不能什么事都不做 到时候耍赖 上帝你要想办法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 我耍赖 我现在我不买机票 可是我希望我眼睛闭起来 再张开我已经在美国了 这种也不必 也不必说 我的投资一定要赚钱 我不努力 那我就眼睛闭起来 一张开 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你不必这样 因为上帝不会答应我们这样 所以什么是可以祷告的 什么是不可以祷告的 不要信心喊话 听得懂吗 不要信心喊话 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上帝是怎么样子的呢 第一 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 第一 耶稣来是为了要表明父神 他来 是要表明上帝 上帝 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 第一 他来要表明上帝 他来要彰显上帝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那我们需要知道 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是第一世纪 我们现在读起来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这个我们感觉说 是不是现在没有人见过神 不是 不是 他写的这是第一世纪 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是在这个之前 他们犹太人是没有见过神的 没有人见过神的 好 再读一节 预备 请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他都提到了 耶稣基督是把神表明出来 是八节的时候 把他表明出来 同时他说 我们就看见他了 他表明 所以我看见 他这样讲 好像讲旧约的人 没有看见 对 旧约的人 好像有着描述说 他们看见神了 或者说 他们知道神了 可是没有人看见神 是因为 是因为 当约翰这样讲的时候 他说的看见 不是心里的看见 他说的看见 不是感觉的看见 他说的看见 是真实的看见的 刚才 我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说要握手 他说 李长老 我就是要跟他握手 他手有一点点犹豫 对不对 我说我要跟你握手 因为我要摸到你 我不是只有看到你 我要摸到你 有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念一个人 想念的好像真的一样 这几天我们因为有时差 睡得乱七八糟的 我今天早上快起来 却把他一直咬我 一直咬我 我说干什么 他说你在做梦吗 他说你在嘴巴 一直在讲 我说对 我刚才在做梦 他就把我摇醒了 我好像是真的 在跟别人讲话 其实没有那个人 对吗 那个是梦 那个是梦 那个是你的感觉 可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他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是要让约翰知道说 他真的来了 他真的来了 这里提到的十八节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 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读生 将他表明出来 这个表明这个词 你知道他是用希腊文写的 在新约里面表明这个词 一共出现六次 其中五次都翻译成述说 述说出来 述说出来 只有这一次把它翻译成表明出来 因为你要知道翻译的过程是个很难的 你要翻译的非常精确 那个字就不雅 你要翻译的很雅 就会有偏离争议的可能性 对吗 对吗 我们这里都是有 都稍微读过一点书嘛 对不对 尤其我们这里又有英语系 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在我们当中 这个翻译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很麻烦的事情 而这里的表明出来 有一本圣经 NIV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make him known 就是让人看见他 让人确定他 让人知道他 就是让神被人知道或认识 新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翻成declare 把它宣告出来 把它宣告出来 就是让人看见 让人知道 让人认识 宣告 也有一本圣经翻成 Explain Explain 就是把它解释出来 耶稣来就把上帝解释出来 就把上帝解释出来 还有人说Reveal Reveal就是显明给你看 显明给你看 换句话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 或者说像约翰 看见耶稣的时候 他就知道原来上帝 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知道 一个东西 你有看见跟没看见 差很多对吗 我在90年代 90年代以前 没去过美国 然后呢 人家就讲纽约怎么样 纽约怎么样 纽约怎么样 那我们也不知道 纽约就怎么样 就怎么样 对不对 看电影 他们说这个是纽约 我们也看 好纽约就这样 可是呢 他再怎么讲 我们不能了解 96年 我第一次去纽约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到2022年 我每一年都去 主要是为了讲道 讲道 到2020 不是有疫情吗 对不对 我是2020年初 从那里回来的 2020年去了 2021年11月 我又去了 2022年今年又去了 所以我20几年来 没有一年 没有去过纽约 熟悉到一个地步 我只要一进到纽约 眼睛闭起来 只要闻到那个味道 这是纽约的味道 纽约有个特殊的味道 其实是不好闻的味道 可是呢 你一闻就有 因为这个缘故 我对纽约非常的熟 然后哪座桥怎么过 然后哪个turner怎么走 地道都很熟 所以你只要看电影 我只要看几秒钟 我就知道 这是在纽约拍的 不是别的地方 它就是拍纽约 因为熟 可是我这样 跟你们讲半天 你们不知道对吗 除非你去过 不然话你说 好 你讲的就这样 如果你没有亲眼看见 你是没办法 理解那个东西的 我因为常常在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有很好吃的东西 巴塞罗那有很好吃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美国 就邀请一个牧师 去做我们的董事 那我就为了要邀请他们 我就跟他说 巴塞罗那东西很好吃 后来我就跟他描述 有一次我吃饭吃了什么 很好吃很好吃 又说又吃了什么 很好吃很好吃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 李建 你除了说很好吃很好吃以外 你可不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怎么样很好吃 我就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描述 怎么样很好吃 我只感觉很好吃这样 他就说 你的描述能力太差了 后来有一天 他真的到了巴塞罗那了 他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 我就请他去吃饭 请他去吃饭 不是我请的 是我的朋友 就说请他吃饭 立即吃饭 一道菜来了 我就跟他说 那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道菜 好不好吃 他说很好吃 我说描述一下 他就说很好吃 对 后来又上了另外一道菜 我就说 这道菜怎么样 他说很好吃 然后我就问他太太 他太太就跟他说 你一天到晚 说礼剑说很好吃很好吃 就不能用别的描述方式吗 你现在描述看看 他现在想了半天说 很好吃 就是你没见过的 讲了你是不懂的 你一定要亲眼见过 听得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说 我们亲眼见过他 亲手摸过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人的当中呢 是要把神显明给人看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让人真的看见他了 真的看见他就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一定要来我们教会 一定要来我们教会 来让你才知道 这个教会真的很棒 我敢这样讲 是因为我去太多的教会 我客气的 如果正常状况下 我一年去一百个教会服事 讲到认识他们的牧师 是客气的 我绝对不会老王卖瓜 你们放心 有教会人比我们多太多了 有教会物质比我们丰富太多了 我们这边还是租来的 人家买的盖起来的 唐从容的教会 赵拥机的教会 你都是看到都吓坏的 那个可以做几万人的教会 我们这里才可以做一百个人 都好几 政府规定之下 我们还要做头等舱的编排 对不对 位置要拉开来 可是我从内心的深处告诉你 我所见过 不是我偏心 这个教会是一个最好的教会 我讲最好不是全世界第一 至少top one percent 一百个教会里面 我感受我们教会最好 一千个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是前十名 我们的真正的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服事 我们不是老王卖瓜 更重要的是真理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你 当你有一天 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在一个地方 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知道怎么活下去 很多教会是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现在是大家走在一起 所以就夹着走 可是落单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你只在我们教会聚会三年 我敢跟你说 你就知道怎么样一个人 可以活下去 我们不希望你离开 但是能不能离开 也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对不对 你的工作后来调度了 那你有办法吗 或者你的孩子要出国留学 结果你说没办法 你上我去陪他 你有办法吗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 需要看到 需要摸到 这是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 耶稣来到地上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让我们看见他 看见他就知道他 为什么这样 因为人本身是有限制的 人本身是有限制的 我们对神不是能够很清楚的 在全世界各地 古今中外的人 即使不知道耶稣基督 不认识上帝 他都对神有一个概念 对吗 尤其我们华人 我可以告诉你 华人都是有神的概念 华人很少是无神的概念 在中国大陆是因为 他们是用无神论 我接触的中国大陆人 比接触的台湾人还多 我在国外碰到的 百分之九十几 客气讲95 不客气讲98以上 都是大陆人 他们的无神论是洗出来的 他们自己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什么叫洗出来 就是他们从小教育无神论 所以他们是无神论 可是台湾的华人 全部都是有神论 你没办法产生无神论 因为无神论 不是自己可以想出来的 无神论必须交出来 而且在那个环境 你才能够知道 什么是无神论 你们是没办法有无神论的 我们是没办法有无神论的 因为我们不是信这个神 就信那个神 你听得懂吗 你不是信这个神 你就是信那个神 因为我这样讲是非常准确的 因为我认识中国大陆人 不会比台湾人少 现在全世界真正的中国人的文化 华人的文化是保存在台湾 并没有保存在大陆 并没有保存在大陆 除非你没去过 你知道在那边生活 一段日子你就知道 中华文化并没有保存在大陆 中华文化是保存在台湾 因为中华文化向来就是有神论 中华文化向来就是有神论 每一个朝代都是 所以回教到了中国被中国化 然后佛教到了中国被中国化 所以中国的东西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融合的东西 所以基督教进来就被中国化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在说你啦 你不要以为 我们能够真的只有相信一个独一的真神 我们大概都有顺位的 听得懂吗 这个人没好玩那个啦 这就是我们 可是这个对我们没有好处 我们就是有神论 所以对我们而言 如果你没有看过真正的神 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神 我因为很多事情 我也不方便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网路的时代 所以讲出去很麻烦 不然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不只是相信一个神 可是我却要在这里告诉各位 那些不是真的 只有我们这个基督信仰 这个神才是真的 可是因为我们的思想的背景 是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也把神的位置移动 因为这个神是本来是不能动的嘛 就基督信仰的神是这样 那当然啦 佛教他们其实是无神 你别人搞得有神了嘛 这个民间信仰 伊斯兰的阿拉 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这些定位 每一个在人的思想当中有定位 可是我们基督信仰的 很多的基督徒是把他掺杂的 就是阿拉的我也要一点 如果他能够这样的话 最好我们也有妈祖的千里眼 跟顺风耳 听得懂吗 别人在讲说 哪一个股票会涨 我最好也能够知道 我没有内线交易 也知道 这个叫做顺风耳嘛 可是我们把它弄到上帝里面来 上帝没有顺风耳 上帝不这样做的 可是我们不了解 所以耶稣必须到承诺身 来到我们当中 他把它显明出来 只有让人看见 怎么样的一位神 是在我们当中 你才会说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所以约翰的时代 看见过耶稣 他就把它写下来 我告诉各位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常常把耶稣美化了 美化了 听得懂美化吗 我们现在不是说什么 要素颜给人家看吗 那素颜并不好看 美化才好看 我们今天的信仰 我们把耶稣美化了 其实耶稣没有那么好看 他不像我们想的圣诞老公公 我一祷告宣告 我的事业要成功 我的事业就成功了 我真的是 一气起来 有时候会讲出不该讲的话 我告诉你没这回事 你永远不要相信这一个 我宣告我病得医治就病得医治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可是 现在台湾的信仰都是这样教的 台湾的基督教都是这样教的 都是宣告就得着 谁说宣告就得着 那我宣告你的钱都跑到我的口袋 是不是就得着了 不行嘛 可是我们会像那个光谱一样 切香肠一样的 一段一段的切 切到我要的那个东西 我告诉你上帝不是这样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为什么当时的人都很讨厌他 因为他来要告诉我们 不能切香肠 他来要告诉我们 不能宣告就是你的 这就是我们要得的 你相信我 我并不是头一天就这样子的 我经过很多的失败 经过很多的我以为的对 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等我仔细查考圣经 我就发觉 耶稣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样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初代的教会 把耶稣把上帝美化或丑化或定型化 可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 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位 所以耶稣第一个来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知道 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耶稣来第二的事情 是要赶走人心中的黑暗 赶走人心中的黑暗 他来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赶走我们心中的黑暗 不要骗我 你心中有没有黑暗 我告诉你现在我还有 那你怎么会没有呢 我信主都五十年了 而且我认真的四十年 而且我做牧师做了三十年 我心中还有很多的黑暗 我们人怎么可能心中没有黑暗呢 可是耶稣来的目的是 要赶走我们心中的黑暗 我们来读第四节 第五节我们来读 生命 一杯 请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边提到耶稣是光 耶稣是光 而且他是真光 他来有一个目的 耶稣成为人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光显明出来 这里说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个接受 这个接受 比较好的翻译是 胜过 当然 这个词在翻的过程 在当时的语言 的确可以翻成两个 要看上下文 听得懂语言的翻译吗 有时候一个语言 他这样讲 你要看上下文 才能够翻译 像英文的 我们可以翻译成 女人 对 标准的方法 对不对 可不可以翻译成 太太 可不可以 妻子 可以啊 你看上下文 上下文 才可以说 他到底是翻译成 妻子 还是翻译成 女人 那这个字呢 黑暗却不接受光的 接受 却在当时这个语言 可以翻成两个 一个是接受 一个是胜过 你说那怎么差这么远呢 那我告诉你 太太跟女人也差很远 太太一定是女人 女人 不都是太太 对不对 所以翻译 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胜过光 OK 耶稣来到地上 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他就是要照在黑暗当中 照在黑暗当中 他要照亮一切 生在地上的人 马太福音当时描述 他就这样讲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光一照到黑暗里面 黑暗就不见了 同意吗 同意吗 我这样讲你还不同意 所以我来举个例子 让你明白 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要关到全暗的 有没有这种人 有吗 很多人 你一点点光我都不要 对不对 我就叫全暗 可是我问你 如果你半夜醒来 突然想上厕所怎么办 那我看你们的回应 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 窗外有光 这个窗外有光 就是他们家的窗帘 没有密合 对不对 那要密合到全密合的时候 你看不见 对不对 那现在的时代就怎么办 开灯 问题是开关在别的地方 怎么办 对嘛 这就是东西 你手机放在身边 你现在一拿起来 就会亮了 对不对 手机一拿起来就会亮了 那我问你 你本来什么都看不见 你本来什么都看不见 那到底那些地方 那些空间 那些东西存在不存在 可是你没看见嘛 对不对 可是你只要一光进来 就怎么样 就看见了 那个看见没看见 不是那个东西在不在 而是有没有光 那我们这次出去 住了很多的旅馆 你知道大部分旅馆 他的那个窗帘拉起来之后 是完全没有光了 特别是好一点的旅馆 不然的话 人家就不及格嘛 对不对 光可以很多东西拿到 可是有的人要睡到很晚 那他就光 他要把窗帘拉起来 拉起来就没有光 那我们最常习惯的就是 早上起来就把窗帘拉开 如果你家也是这样的话 你早上起来 起来身体还没有全醒 你就去干什么 开窗帘 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就会有光进来 你就会看得见了 不会跌倒 而且你就可以开始有点活动 就开始一天的活动 对吗 你们孩子跟我不太一样 你们的生活都不真实 我们都会这样啊 可是光照进来 它就黑暗就不见了 物理学告诉我们 黑暗不是光的相反 黑暗不是光的相反 它不是个对立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跟你对立 是表示我们两个 最少打两下嘛 对不对 虽然我两下就被你打倒了 也是对立嘛 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 黑暗从来不是光的对手 因为只要光进来 黑暗怎么样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因为黑暗从来不能胜过光 那下面讲的 这个是个科学家告诉我 是真正的科学家 不是像我这种 不懂的科普 不是 它就在密闭空间里面 在一个密闭完全不透光的空间里面 里面有一个光粒子或一段光波 就有光了 而一个密闭空间里面 可以完全没有光粒子或光波的 那个时候叫做黑暗 有一个光粒子或光波进去 它就不叫完全黑暗 那一个密闭空间的里面 可以有多少光粒子跟光波呢 答案是无限 听得懂无限吗 就是假如这里面有这么多光粒子了 可不可以多挤一个光粒子进去 答案是可以 这是物理学啦 你脑筋不能想清楚的 这是我的一个学生 他不仅是个物理学的博士 他还在全世界最大的物理实验室里面 做科学家 做科学家 光 这很奇怪的东西 光到哪里 哪里的黑暗就不见了 可是这里说 那光是真光 是指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内心有些黑暗是很正常的 因为耶稣站的面积不够大 这样听得懂吗 你还没信以前 你需要耶稣基督 当你有耶稣基督之后 你还需要更多耶稣基督 光进到我们里面 就显出我们的黑暗 在真实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 有光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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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光不是真光 真光是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所在的地方 没有足够多光亮 亮光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在多黑暗的里面 我这样描述 能明白吗 也就是光还能更光 亮还能更亮 这是我自己信仰的一个途径 我以前都觉得 我这样坦荡荡了 后来一碰到光 你听得懂吗 就发觉 这样还没有够坦荡 就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更坦荡一点 等我更坦荡一点之后呢 我说这样够坦荡了吗 你还要怎么样 后来光又照进来 又发觉不是这样 那你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到无限大 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信主 不会有一天到累 不会累 因为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 而且更多的盼望 更多的希望 这个是我一个 讲道四十年 超过四十年 我告诉你 我讲道是从来不开玩笑的 我不仅在神学院里面教讲道 我到现在为止 每一篇讲道 我还花三十个小时 我希望这句话没有骄傲 我不认为很多人像我这样 我对于神的追求 我是希望光照 光照 你说光照不舒服了啦 对不对 你们家扫得够干净吗 那就再光照一下嘛 对不对 这样还不够干净吗 再光照一下嘛 你知道现在我们不是要做 那个什么几奈米 几奈米的那个 那个晶片吗 那里面是无尘 叫做无尘式 是没有灰尘的 那要怎么弄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光照进来 我们就会改变 你说他怎么样赶走人心的黑暗呢 我告诉你 耶稣赶走人心的黑暗 是他自己活在这里给我们看 自己活在这里给我们看 看了以后我们就说 对照主出来了 对照主出来 然后讲一两个例子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跟他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突然就觉得说 我这样不对了 那样才对 我举一个例子 他不是用五饼二鱼 叫五千个人吃饱吗 后来他们就让他做王 他们要强逼他做王 他就不做 我问你 他叫五饼二鱼 叫大家吃饱 然后大家就说 你做王 他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那个不是他的目的 他来不是要来做王的 他来是要钉十字架的 可是我心里常常想说 做王过过瘾也好嘛 可是看到他 我就知道我是黑暗的 我现在已经尽量不在外面讲道 因为我把大部分的力气 拿来栽培同工 我把绝大部分的力气 拿来栽培同工 可是我到国外去 不能不讲道 人家都说 你以前都给我们讲道 为什么来这里 不给我讲道 所以他们主要是 要听我讲道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 我去讲道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下面的人的生命改变 我在讲 我就知道他明白了 他的眼睛发亮了 然后他眼泪流下来了 之后他跑到我的面前 来跟我说 李章老 最近有一个 在美国的一个人 他听了我讲道 他开始追我所有的讲道 进了我的网页 YWA的网页 每一篇信息 他这样讲 我不是夸张 他说我舍不得开每一篇讲道 他说我开每一篇讲道 我仔细听一遍 他说我绝对不去 摊下一篇 他说我这篇没有得到 我不摊下一篇 他说我就一遍 两遍 三遍 后来他把我的那个网页 送到一个 忧郁症的群组里面去 250个忧郁症的人在里面 他把我的讲道 那个网页贴上去 他说请你们看 你应该忧郁症 会慢慢好起来 你猜我听到这事情 高兴不高兴 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目的 所以如果我高兴 我就被那个光照出来了 听得懂吗 是不是我层次太高 你们跟不上 我不是开玩笑的 他每天写给我 他听完我每篇讲道 听了三次 他开始写他的重点 我发觉他是个 非常聪明的人 他有忧郁症 他非常聪明 他可以听到很深的东西 我听到了 我老实说有一点高兴 但是现在 没有高兴几秒钟 我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光照了 结果就不用看这个 耶稣他坐王 有什么问题呢 耶稣不是被钉在十字架吗 下面的人说 你有本事你下来嘛 你怎么会在上面呢 如果我是耶稣 我真的下来 打他两个耳光 我再上去 这事情不会改变嘛 我已经为你们牺牲了嘛 对不对 可是这口气吞不进去 我一定要下来 让你看一下 让我再上去 但是他没这样做 我 这一次出去 因为三年没去了 很多人真的对我们很好 看到我们衣服 看到我们衣服 就要买 有的人知道我在外面 不给人家买衣服的 我是真不给人家买衣服的 因为我不想再多一件衣服了 我就千方百计的 就告诉我所有的朋友 说我不买衣服的 他们到那边就带我去买衣服 我是怎么样都不肯买 有的人就先买好 就先买好 我去那边就说 穿起来 不行我马上拿去换 这样 他说我钱都已经给了 我不能换钱 我只能换衣服 这样听得懂吗 就给我买 那早期 我是希望人家给我买 后来我是不希望别人给我买 可是给我买了 我还是蛮高兴 对吧 我这样合理不合理 现在是真的不希望 他们帮我买 为什么 因为光 因为光 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他不需要那些东西 我没有要跟他比 他是神 我是人 我只是说 那什么叫做光 光就是他照到你的时候 是这样 人家给我们 请我们吃饭 因为三年没去 每一个人去都拿最好的 害我吃到 你看被顺制长老闲 对不对 说我背起来 那我在享受那些食物的时候 我是真的非常感激 这些人的爱心 真的很感激 他们给我们吃东西都是最好的 可是我老实告诉你 我更想跟他们讲话 而不只是吃那个 我不会说 他们再给我吃更好一点 我就跟他们讲更好的道 不会 为什么 光 所以他来是要赶走人心中的黑暗 可是我们人呢 不是这样 总是高举自己 即便那样没有太多的必要 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可是当别人恭维我们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我们受之有愧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还是要那个称赞 我这次看那个人写给我的 这篇信息他一定会听到 因为他在追 他一定会听到 我谢谢主 他告诉我 神的道对他有改变 可是我没有因为这样 更高兴一点点 要是两年前我会更高兴 但是光 请你们知道 耶稣是真光 他照你一点点 你就会改变一点点 照你一点点 你就会改变一点点 照你一点你就会改变一点 你不可能一下子变很多 但是让他光照你 那你问我现在舒服不舒服 我现在更舒服了 我现在更舒服了 这件衣服 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很旧的 这件衣服七八年前的 穿起来也还可以 对不对 因为主要是看看穿在谁身上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人要自我膨胀的讲法 第三 耶稣来 是要成为人的生命 这个我要讲一讲 成为人的生命 他不仅光照我们 我们发觉我们是黑暗的 他还要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特别为这几个字说 成为我们的生命 这个成为 他要变成我们的生命 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变成这样 刚才我讲那个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一定不舒服 对不对 可是你说那为什么你就可以这样呢 我告诉你 那不是因为我被他造了 我就会改变 因为造了也不改变的也很多吧 我不相信耶稣只有造我 他不造你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改变呢 包括我在内 为什么有些牧者越来越骄傲呢 包括我在内 为什么有些牧者 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呢 包括我在内 为什么有些牧师 讲道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呢 因为被光照了 就是我黑暗嘛 怎么样 我就要黑暗怎么样 这是因为我没有能力 那能力在哪里呢 我们来读十到十三节 预备 请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仁义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好 从这一段的内容 我们要来看 黑暗不能胜过光 但黑暗可以逃避光 黑暗不能胜过光 但黑暗可以拒绝光 对吗 或者黑暗不能胜过光 可是我不要嘛 我看到了怎么样 衣服不换可以吗 脸脏了不擦可以吗 躺平可以吗 可是这边来告诉我们 耶稣不仅是这样 他不仅光照我们 而且他给我们生命 在第十二节之后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什么叫儿女你知道吗 儿女就是有生命叫做儿女 就是有原来的生命 今天我妈妈有来嘛 那我的生命哪里来的 你知道吗 是我爸爸跟我妈妈来的 所以你看到我 就知道我妈妈的生命 在我身上 刚才我跑出去 想看看外面的人怎么样 就我就看到 有一个小朋友 跟一个老师 我就在看 从背影看 很像Cooper 很像我孙子 可是我看起来又不像 因为很久没看到了 都是看到那个网络的 就看到他嘛 他才看到我 我看到他的背影 好像他 又不像他 可是我怎么看都不太像他 后来又跑过去看 后来我想说 我把门打开来看 我把一门打开来看 李杰坐在那边 摩根坐在那边 哦 那就是Cooper了 所以我就看到李杰 那我看到摩根的时候 我就说怎么这么小一只啊 因为在网络上 看来是不准的嘛 因为在网络上 他都跑到那个镜头里面 所以人脸很大嘛 我说 怎么那么小只啊 李杰说 他才这么小 才一岁多 这样子刚刚好嘛 我说 我忘了 那叫生命 生命是从生命来的 我们做神的儿女 有神的生命 意思是 注意听哦 我们不仅是 他光照我们 我们发现自己的黑暗 而且他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他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不够的部分 而且他给我们力量 可以从里面活出来 OK Is that good? better,right? 比光照我们还重要 就是他给我们的生命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那个生命在你的里面 那个生命在你的里面 他不是光照我们 说你做不到 你要做到 不是 他把那生命在我们里面 就我们可以活出来 我们可以活出来 你只要 让他做就可以了 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 权柄做神的儿女 接待就是接受 我这一次 上个礼拜天 今天礼拜天 我上个礼拜天 在法国东北方的 梅斯这个地方讲道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 给他们同工培训 中午有两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的休息 下午三点半吧 有主日崇拜 那中间就带我们去吃饭 就同工培训完了 十几个二十个 就出去吃饭 有一个弟兄姐妹的餐厅 是给我们很简单的 一人一碗面 一人一碗面 你要干面 你要汤面 他就多做好了 你就去吃 结果我到路上 走在路上的时候 走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说 那里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服务生 想信耶稣 你可以去传福音给她吗 这样 你知道 像我们这种传道人 就是很辛苦 随时都有人插进来 说叫你传福音给她 那当然是很高兴 可是 早上已经聚了两个小时的会 那下午还要讲主日崇拜 连吃饭都不能好好吃 就叫我传福音 我就说好 没问题 就吃饭 吃饱以后 才刚刚吃饱 站着要传福音 就这样站着要传福音 后来我就说 那可不可以坐一下 坐一下 后来我就跟她讲 我就跟她讲 有一个上帝 他已经听了很多了 他就是要做绝治祷告 他要做绝治祷告 那我就说有一位上帝 然后我们是他造的 然后我们心中有黑暗 我们是罪人 他完全都同意 他完全都同意 我说第四部 他说我是个罪人 这个我同意 他说问我说 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信仰 我就跟他说 凡接待他的 接待就是接受 就是我愿意 我愿意 他就还一直在问我说 我愿意就可以吗 我说可以 他说我愿意就可以吗 我说可以 他问了几次 后来是这样 我带你祷告 我祷告一句 你祷告一句 后来他说我愿意 我说我替他祷告 我祷告一句 他祷告一句 我说我愿意 他也说我愿意 然后起来他跟我说 那这样生命在我里头了吗 在他里头了 就这样 这不是我们能够很容易明白的 然后他 我让他告诉我说 他说 他是大陆人 他说我信得 迷迷糊糊的 换我们台湾习惯 他说我信得迷迷糊糊的 我说正常 他说我信你后还迷迷糊糊的 我说正常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有哪一个小孩子 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呢 对不对 你们做妈妈的 孩子一生下来叫你妈 你不吓死了吗 他当然迷迷糊糊的嘛 我说你生下来是迷迷糊糊的 但是你会越来越清楚 可是生命在你里头 我现在要告诉所有的 目道的朋友 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 那生命就进来了 是这里说的 然后当你 里面还有黑暗的时候 你说我愿意再打开 就更光了 更亮了 然后生命就能够支持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记住这个东西 这个光会越来越强 你的生命却会越来越茁壮 它光照你 你一定会改变的 你不要挫折 我跟你一样 经过多少试探 你想想看 有多少的钱要经过我的手 你知道多少的试探 有多少女色的问题 我常常一个人旅行 可是每一次 当我觉得这个是黑暗 我要不要怎么样 然后心里一念 一动说这个可以怎么样 这次去也是 我昨天还跟同工们说 因为我们已经旅行到 秋华那个hand carry 已经带了差不多十年了吧 那hand carry终于拉链破了 你知道 因为那壳不容易破 拉链裂开来了 就没办法用了 后来我们就 因为那天就三天 非常紧凑 两天多就非常紧凑 我们就跟那个同工说 这一次因为 所有行程都他安排了 在哪里吃饭 在干什么 聚会 我们全部都不能决定事情 因为到local 就他们决定所有事情 连从这里到那里怎么去 都是别人安排的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后来就跟那个传道人说 找时间带我们到这边 去买一个行李 这样 买给你 结果呢 他才 他说好 那你们休息一下 我休息 整理一下 两个小时来接你 他来的时候 已经拿了行李箱来了 就说这个给你 这样 我就说把钱给你 他说不要 他说把钱给你 不要 那我们心里面 心里面 就说 真的不要 要是我以前 仅后 仅仅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那 如果要把钱给他呢 是真的要支出嘛 对不对 那能不支出不就很好吗 能不支出就赚钱了嘛 可是这个光在里面 照的时候就亮了 不仅亮了 我告诉你 那个生命就顶出来 我就真的要把钱还给他 当然他没有拿 他没有拿 我这次竟然没有窃息 我告诉你 没有牧师敢告诉你这个东西 因为大部分像我们这种人 都会窃息 但是神的恩典 生命长出来 所以耶稣来成为人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今天讲的比较多 因为实在是太想念你们了 讲三件事 第一 耶稣来显明了父神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第二 耶稣来赶走我们心中的黑暗 但是不是只有赶走黑暗 因为赶走黑暗 你还是会觉得说 怎么办 对不对 第三 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 慢慢来 我告诉你 慢慢来 当我信耶稣的时候 以前我在一个教会 就我们原来的教会 都叫我快快长 你知道我快快长的缘故就是 为了要长得好看 只好化妆 后来越化越浓 听得懂吗 后来里面跟外面就不一样了 可是我现在告诉你 慢慢长 你不用担心 我们教会绝对不会排斥你的 你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都接纳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反而你不用化 我不是只说真正的不用化这个妆了 稍微博师之粉也很漂亮 我是指不用装甲 在我们当中你可以很真实 我盼望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很真实的教会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要作为结束了 我们今天不讨论 就三件事 第一来 他显明了父神 就说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 第二 我们的黑暗光照了 我们会离开 第三 你的力量就出来了 因为那是神的生命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今天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 还有我们一些在网路上 收看的现场直播的弟兄姐妹 以及未来 有一些人会看到这段的影片 求你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道成了肉身 进到我们当中的目的 第一是要把真正的这一位神 让我们看见 不是我们虚构的 不是我们虚拟的 不是我们掺杂的 不是我们把所有的宗教的神 都把它放在一起的 这一位神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他其实不太讨人喜欢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像光一样照到我们 我们在黑暗的里面 从头一天到最末了的一天 我们可以不够光亮 但是你可以把光再加给我们 再加给我们 让我们看见 第三我们谢谢你 你不仅让我们发现 我们是污秽的肮脏的 而且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胜过 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为我们等一下一起的侵蚀 下午还有的聚会祷告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 得蒙保守 一天比一天茁壮 我们仰望你 谢谢你 我们现在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交通安慰鼓励 同在 一直陪伴我们弟兄姐妹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从这个教会一开始 就是一个支持宣教士的教会 我是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 那你们拆派我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馨 我这一次出去 是我们这个教会成立以来 我出去最久的一次 我们一共出去八十天 可是我每一次软弱的时候 或是累的时候 我就想起有一个教会 像菲利比教会一样 一直为我祷告 所以我们就很喜乐 我和邱华是九月六日 出发到西班牙 我先在欧华神学院 教了一门博士 教目博士的课程 然后又教了两门 校本部的密集课程 我在五个礼拜之内 教了一百个小时 五个礼拜之内 教了一百个小时 同时我也参加了欧洲 尼西米第一 第二 第七小组的聚会 协助学校 第四届 第五届的院长交接 因为院长交接 有很多的事要处理 然后那里买了一个场地 八十万欧元 那我们学校 还有一个地要准备盖 所以很多很多琐碎的事情 在那边处理 然后我又留在巴塞罗那 几个教会讲道 之后我就到了瑞士 到了意大利 到了法国至少七个城市 探望在那边的董事 和那边的教会聚会 在法国的期间 本来应该是 差不多二十多天的 我中间又抽十四天 飞到美国东岸 飞到美国东岸 就形成更可怕 应该比这个竞选的人 还更努力 我在十几天之内 去了五个州 包括宾州 纽泽西州 德拉瓦州 马里兰州 还有纽约 New York City 就是纽约 五个地方 全部都是坐车 坐到后来 腰都打不直 因为你知道 坐在那个车子里面 他们随便一开 起跳就是两个小时 也可以四个小时的 这样子 所以每天都在那个里面 就是整个的腰都酸到 没有办法 后来就只好吃药 我吃了三十几天的 肌肉松弛剂 跟这个治疗腰痛的 专用的止痛剂 后来到后来就 火气太大了 这个牙齿就痛 我又吃了二三十天的 抗生素 吃到 吃到现在 我连那个舌头都 都吃东西都没有什么感觉 都没什么感觉 但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了 这八十天的 只知道 每天倚靠神的恩典 支取他的力量 在他的恩典当中服侍 其中我记得下来的 就有几十次 几十次 经历了神清楚的同在 那个清楚的同在就说 这一定是他做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做 没有人可以做 我就知道他在这里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说 说这里有神 你知道有些人 就是会自己夸张 说这里有神 其实是这种自我打气 对不对 旁边的人说 这一定有神 信主的不信主的 都说这样 所以我也再一次 谢谢你们 你们是菲利比教会 菲利比教会 你们在后面 用祷告支持 用安慰支持 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 我都在我的那个 你们都知道 我每天都有这个卡片 这是今天的卡片 我从小孩子 13岁写到现在 我已经写了50年了 我每天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用完了 我今天就结束了 然后睡觉的时候 就跟主说 主啊 谢谢你 今天可以释放我 如果我可以到你那里去 我就感谢你 我这样写了50年 每一天写50年了 我常常写说 要给ANS录一下 录一段 因为我每次给你们录 就是一分钟两分钟 对不对 有时候讲多一点 就是三分钟 我每天都想跟你们录 可是 我想这出去 一共有11个礼拜 主日 我大概录了四次或五次 其他的 想录心有余儿力不足 那但是 我回来看到你们 我真是觉得 我这次出去的时候 也想说80天 一定熬不过来 不知道怎么样 说不定我就 你们留下来继续聚会 我先去那里 为你们预备地方 这样 我本来想这样 也很好啊 对不对 那不是很开心吗 但是 神还是怜悯 我也怜悯你们 我们可以再跑一段 那我讲一两个见证就好 那都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出去的时候 新加坡跟西班牙 都还有管制 所以要Upload 非常多的资料 然后你要下载APP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要扫那个QR Code 就是整个弄到 就是你光Upload那些东西 就弄了很久 然后终于拿到APP了 沿路一直打开来 看看还没有跑掉 你知道吗 就是很紧张 怕它怎么样 然后还要把它照相 放到别的地方 你这样万一手机搞定 就是你还进得了那个边境 这样 那我们到巴塞罗纳机场的时候 那个机场是我很熟悉的 因为15年来 每一年进出至少十次 巴塞罗纳机场 我每一年进出至少十次 我在欧洲 到了巴塞罗纳 那个是我们的根据地 可是我要出去讲道又回来 出去讲道又回来 出去都是坐飞机的 多坐飞机的 所以一年有十几次是很客气 进入巴塞罗纳机场 是很熟悉的 那那天呢 我们就从新加坡到了 到了巴塞罗纳机场 我们就赶快走到 你知道最怕的就是 immigration 对不对 入出境管理 那个很多人排 而且很乱 很乱 为什么那边疫情 那西班牙到现在 每天还是好几万 到现在还是 法国现在也还好 还好几万 这样 那我就去 去到那边的时候 走到那边一看 它有三条 三条都是很宽的 正面都可以五六个人的 三条 这一条呢 那一条上面写 有欧盟护照的 走那一条 欧盟护照的 这一条就是 其他国家的走这一条 那那个呢 就没有人靠边了嘛 就上面就没有标示 我们一走到那边 吓坏了 因为正面就 大家都往前走嘛 正面的五六个人 然后几排呢 大概几十排 我去到那边 那没有三个小时 排不下来嘛 走到那边的时候 很慌 跟秋华两个人 旁边还有一些人跟着 然后有一个人突然走到我 就跟我们同一班飞机的人 突然走到我旁边来说 follow me 为什么follow他呢 对不对 因为这样走 就是唯一的路嘛 你要进immigration 你哪里就是那个 边境检查 路境检查 只有这个 那个也不能去嘛 他叫我们走 这一道上面是没有标示的 我们就跟他走到 越走 旁边就这样看你 你你要去哪里 那边没有路耶 结果真的到了一个dead end 就是没有人嘛 就是挡住啦 就没有人 就那个人 看一看 然后就 他不是有三排嘛 他就把那个绳子拿起来 你们知道过海关的时候 还会有那个 每一个一段 他都会把绳子拿起来 他就走过去又走过去 跟那边说 借过借过借过 借到那边去 跟那边的人讲一讲话 然后他就叫我说过来 我们怎么敢过去啊 你知道吗 过海关 你多插一个人 人家都很生气耶 那你这样几百个人 这样你要从那边过去 我也不敢走 走在那边 他说怎么可能呢 后来他又过来 过来又说 你过来 就过来 我们就走走走 他就把他带来那边去 带来那边去 走到那个 欧盟 护照的人才可以的 他就跟我们说过去 这样 那秋华就 就不知道嘛 就把护照给他 口罩都还没拿下来 那个人就盖章 叫我们走 然后我就给他 我就跟他说 口罩都还没看 我就赶快拿口罩下来 他连看都没有看 他就是这样子 scan完了就盖章 就让我们进去 然后那个人啊 那个人 还陪我们走 往前走 就跟我说 你知道你的行李 在15号吗 15号转盘 15号那个 那个输送带 我就说 其实我们 这种坐飞机的老手 早就在 还没下飞机之前 就看了那一个 那个荧幕上面 会告诉你 你是哪一个 输送带嘛 那下来沿路走 看到那个monitor 也都知道 你在第15号 输送带啊 我就说我知道 他还是一直陪陪陪 陪到那边说 那个是二楼嘛 他要走下去 他就说 就在那里 你看到15号吗 我说我看到 我本来想多嘴讲一句说 这个机场我很熟 我本来想 后来我想说 不要讲好了啦 人家这么好意嘛 然后说 下去哦 下去哦 他说好 他说我再回去 他说我再回去 他又 他又出去了 你们都出过国嘛 对不对 台湾人很少不出国的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过了海关 然后又出去呢 你不可以带出去了嘛 因为这只能进 不能出嘛 出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 他又走回去 又把一个人带进来 怎么可能这样呢 而且那个是一个 欧盟护照才可以用的 我们不是欧盟护照 就让我们过了 然后走下去之后 又看到一堆人在那边排队 为什么 因为要检查那个APP 手中要有那个 你upload的 你所有在哪里打过疫苗 每一个疫苗证明 都要给他看嘛 就到那边又是一堆人 可是等我们快要走到 那一堆人的时候 他突然有检查的关口嘛 突然旁边有一个人 就把那个线打开来 叫他们全部过 结果呢 我们就没有检查 就跟人家赶快全部过去了 等我们走到 我们的行李输送带的时候 从下飞机到 走到行李输送带 不到二十分钟 就走到行李输送带 站在那边的时候呢 我就很紧张 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呢 等我稍微醒过来的时候 才想到 我以前都觉得 彼得不是关在监狱里面吗 不是有人把他带出监狱吗 我以前认为 那个一定是个天使 就是显现 然后不见了 我现在发觉 有可能是真的人 因为我们就碰到 真的人了 那那个人 后来我想清楚了 他应该是谁 他是跟我们正好 做同一班飞机 从新加坡飞过去的 因为他下飞机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他下飞机的时候 因为他坐在我隔壁嘛 他下飞机的时候 他把它挂在这里 一个牌子 就是识别证 有没有 他把它拿起来 把它别在 在他的这个领子上面 别在这 他叫follow me的时候 原来他很可能就是 那一个海关的一个supervisor 所以他才会站在那边这样 就跟那个说 办他的护照 那我们不认识他嘛 他叫我们办护照 我们就办护照嘛 就过了 所以这样子的神迹 你真是不敢相信 可是我们走到那边 不到五分钟 行李就出来了 你们不知道欧洲 我告诉你 行李等一个小时 是非常正常的 就我们就站在那边 我跟邱华说 我去上个厕所再回来 结果我就上个厕所回来 行李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从下了飞机 一直到出机场 那个接我们的人 吓坏了说 那你不是才刚下飞机 怎么在外面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就这样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 我讲的比较详细的 我们进美国也是这样 出美国回欧洲也是这样 所有这次进机场海关的 从来没有排到队 你要知道在这一个时代 要进机场出机场 没有排到队 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 从我现在回来看 我就知道是神怜悯我们 我们这种身体又不行 对吗 又不行 你又不能 我尽可能受回来了 我最高在外面的时候 大概多了四五公斤 我回来有一点点收回来了 这几天有一点点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收回来了 比原来还大概多一两公斤吧 可是我在外面的时候 因为每一顿饭都吃 我们 因为三年没有去了 所有的人都要请吃饭 董事啊什么 就见了面 要安慰他们 要鼓励他们 有的人生意做得非常的惨 有的人反而因为战争 跟这个疫情赚了很多钱 所以要来诉苦的 要来感谢的 要来很多人来 所以我们就变成 每天都很忙碌 这样子的神迹对我而言 是神给我们的安慰 跟鼓励说 我把可以减少的 给你减少下来 你其他的好好服事 到了最后几天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牙齿痛到 已经吃了二十几天的抗生素 吃了两种 都没有效 不是没有效 就是好两天又起来 好两天又起来 是真的不行 后来我就打电话 给我台北的牙医 我就乱给他 他就说 你这个一定要当地看医生 如果你不看医生 不知道会怎么办 后来我就去 可是你知道在美国 怎么可能看到医生啊 你有保险 你都要挂号 挂号还要排队 这样 不像台湾 台湾一天看三个医生 你们是不了解了 我一年要去几十个国家 我告诉你 只有在台湾看病 可以早上看一个 下午看一个 晚上看一个 你那边 你挂个号 两个礼拜给你看 你就要很高兴了 欧洲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结果我都痛到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天 早上十点十分的时候 我终于决定说 我要想想办法 我这个牙齿这样不行了 那医生有告诉我 台北的医生有告诉我 你要换另外一种抗生素 可是你要知道在美国 他是绝不给你抗生素的 而且他们医药分流 很厉害 药剂师要给你医药 他都不敢 他怕你告他 那医生没有看到你 人面把你开药 那你就别想了 可是真的是很稀奇 就像在一个小时 又十五分钟 美国 你要知道美国 不像我们在台北这样 他是在一个 非常广大的地方 随便开车 都是一两个小时 我还记得第一次 去美国的时候 无用长老的女儿跟我说 李长老你肚子饿不饿 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说饿了 他说我带你去吃饭 我说好 他说很快就到了 上了车 开了半个多小时 他都快要到了 半个多小时 我说 后来开了一个小时才吃饭 然后坐下去 就为了吃一个饭 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 我 真的不敢相信 像我们在那边 有时候还说 我刚刚碰到梓杰 我刚刚说 你比较远 大概一个小时来我们教会 对不对 在美国去教会 就是要一个小时 这就起跳 这样 可是我 我在那边碰到两个人 一个人 跟他的牙医说 我 礼拜一带李长老来看你好吗 他说好 那因为都是中国人 都是华人 所以他就说 好 你带他来 我又在路上碰到一个人 那个人碰 竟然在路上 碰到他们教会的药剂师 他就跟他 我们就碰到他 他就说 你看李长老的脸 他说对 他这里肿起来了 他怎么搞的 他说这里牙痛 他说好 他说你有没有医生 他说我可以服务你 你只要医生打电话给我 问题是这个药剂师 我也没见过 那个医生我也没见过 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的 简单讲 后来他们两个 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 我在 从开始想看牙齿 拿药 到把药拿到 一个小时 三十分钟 如果你没有去过美国 你是不知道这个的可怕 一个小时三十分钟 人家三个礼拜都拿不到药的 我拿到抗生素 而且那两个 那个医师不认识那个药剂师 那个药剂师没有拿到医生的处方 只是打个电话说 名字拼给他 然后出生年月日 就拿到药了 那是礼拜六 礼拜天我高兴得不得了去讲道 又到另外一个城市 那个医生在纽杰西州 那个医生在德拉瓦州 那个药剂师在纽杰西州 你要知道他们的州 跟我们的县市是不一样的 他们没有一个州 比我们台湾小的 所以跨一州 就很远了这样 两个人打个电话 就把药给我 后来我第二天 跑到滨州去讲道 也是开车开得很远去讲道 讲道完 我就讲到昨天那个见证 哇 拿到药 一下来有一个医生 走到我面前来 一个女的走到我面前来 李张老 我帮你看牙好不好 我说今天礼拜天 他说 我帮你看牙齿 我就心里想说 这个有录影 对不对 他搞不好会看到 我就想说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医生 你说要帮我看牙 到时候帮我看的 我还要回法国 还有很多的服饰 然后我要帮我牙齿弄坏 怎么办 我也不敢说好或不好 他就跟我说 你放心 我帮你看牙 如果你愿意的话 简单讲 在二十分钟之内 我就看到牙了 他的牙医诊所 就是离教会走路 走路五分钟 他先回他的诊所 把他全部弄好了 然后我进去 他就帮我看牙齿 他一个人帮我做根管治疗 你要知道 根管治疗要有很多的人帮忙 因为又要磨什么 又要磨什么 然后又要护士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需要四只手 我说我这里有两只手 我可以借你 他说请你等一下要抓住 那个椅子 那个把手 后来我说牧师在外面 那个要不要请牧师进来吧 他说算了算了算了 我一个人弄 他一个人帮我弄牙齿 根管治疗的第一步 他说你回台湾 我可以保证你回台湾 不会有问题 我台湾的牙医 预备好了 后天去看他 后天去看他 可是我已经好了 第一阶段已经处理完毕了 回来就是打开来 结果那一天 他就把我的牙齿打开来 然后放了药进去 又把它封起来 他说你回台湾 两个礼拜之内都有效 他说你只要看到医生就好了 所以我讲到完 就把牙齿医好了 有的人说 我们这里也很多神迹 这样一祷告就好了 对吧 我宁愿我的那一种 而不是他的那一种 因为当我们看到神 可以调动千军万马 而不只是 他一个人面对你 医治你 但有的时候没办法 他会这样做的 我常常在想 我们都一直高级说 自己按手祷告就会好 我也希望这样 可是你知道 当我们这样拼凑起来 有这么多人都得帮助的时候 我们发觉 神真的是在这里 神真的是在这里 这也是为什么 神要摩西上西乃山 把所有要盖 会幕的资料都给他 他要全部记载下来 然后下来收集所有的资料 再把会幕盖起来 听得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有教会 我们不单独追求神 我们不单独追求 因为我们需要彼此帮忙 我们需要彼此合作 不然的话 神与我同在 什么都可以啊 可是神会兴起人来 彼此帮助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来教会 我可以告诉各位 当你一个人 没有办法的时候 神会救你 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发明 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我鼓励你 你一定要常常来聚会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不是怕人少 其实人少更彼此相爱 对不对 可是我们希望大家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追求神